不如我們拍一個臨時結婚 跟左手結婚 Hunhun 我是Ju來的 我們今天來到這個行程最重要的一天 就是結婚、簽證和行禮 現在已經完成了 下午4點什麼都搞定了 我們先看看今天發生過的片段 我們先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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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time's running out, so take the chance Make a move, cause the store won't stay open till the end Won't you tear my world 怎麼看? 我們的孫子已經成功結婚了 好幸福了 那我們的老人家都非常之老懷安慰 12 seconds later 我想說現在的孫子實在太無孝心 他們租了一個波子來開 兩座位,然後把我的老人家放在荒山野嶺 現在在等車 要分開兩轉才可以回到去 TUN TUN 花天出來了 我們今天又進入了第二天的行程 現在就是中午 那些孫子一早就已經出去了浮潛 但是我們老人家如果出去 那些叫做潛潛 就不會上來的 所以呢,都是乖乖地留在酒店 他們昨天都結婚了 又晚餐就吃了一些非常棒的東西 晚上回到房間 傳送酒店都不停地在搖房 所以睡得一般 現在呢 十二點幾 才起床就可以去吃飯了 這裡就是我們身處的酒店 大概就是距離機場一個小時車程 機場附近那裡就叫做喇叭 這裡就是沖繩中心的地方 也是大家想像中那裡的陽光 陽光還說什麼? 海灘 度假酒店 這三人的組成了 這裡呢 就是我們住的酒店 每一戶呢 都是向海的 我呢 就是在 那裡 大概這裡到 那進來呢 這裡呢 沿絕城的海岸線呢 都是度假酒店來的 所以選擇呢 食物不多的 因為沒有外面市區那麼旺的 多數呢 都在酒店裡面吃 或者呢 在外面那些呢 樣子呢 很油客的 有專車接送啊 那些 這樣的餐廳 我們呢 就在酒店裡面吃 因為呢 我們的早餐券呢 還沒用 那你說 現在說明十二點幾 那早餐券有什麼用呢 這裡的酒店挺好的 它寫得明呢 如果你的早餐券呢 在中午或者下午用呢 可以呢 當一千日子用 所以呢 我們拿著呢 這個早餐券呢 就可以便宜一點吃午餐了 好 到了 那呢 那呢 午餐呢 就是三間選擇的 有這間啦 很精緻的 一間呢 燒肉 另一間呢 就是早餐那間店 午餐 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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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之後呢 發現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都沒有帶錢 拿完一張早餐券有什麼用呢 說明呢 早餐券只可以扣錢 就不是不用錢 好了 現在這裡呢 就是 你看到了 這裡沿著呢 整條的 都是海邊來的 那這個海邊呢 就呢 建滿了呢 度假酒店 那每一間都是這樣的啦 那就是 有個海灘在旁邊 有些呢 就黏食個海灘 有些呢 就離開個海灘 遠一點點 你就可以呢 自己下去參加水上活動啦 或者純粹 好像我這樣啦 老人家呢 就這樣坐下 就不要搞那麼多東西啦 那呢 有些呢 就適合呢 一家大小 其實有些呢 就呢 就呢 房間小一點 那你就可能兩個人啊 這樣來啦 我住的那間房呢 就可以呢 一次過呢 住四個人的 還有呢 廚房啊 還有呢 還有呢 很大的廳這樣 一起share用 算回呢 就呢 比較會划算一點 但是呢 其實都不是說很便宜的 我們這次住呢 大概呢 每個人呢 都要一千多塊一天 孫仔真是非常孝順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外國人游過啊 是啊 是外國人啊 我沒有用鬼妹來形容 你就知道了 哈哈哈哈 我叫了一個呢 芒果橙 特飲奶色 攪拌 我不知道叫什麼 Smoothie 好 先試一下 喔 河味啊 怪怪的 不要緊 現在我們來等我們的 韓寶巴 來 我們的午餐到了 我想說呢 他給錯了 我叫呢 蜜糖雞肉的 算了 笑死了 這個呢 這個呢 不是番茄醬 這個是呢 新鮮番茄做的 沙沙醬 但是蘸不到的 你看 一蘸下去呢 弄了 這個呢 應該是蘸的那些脆片 筆下去 這樣剷出來 這樣吃的 但是配薯條呢 就出了事了 九五十八 到個包啦 超大的 拆開吃吧 對呀 上面有洋蔥圈 菠蘿 菠蘿 煙肉 這樣 嘗嘗洋蔥圈 嗯 剛剛好 超棒 嗯 剛剛好 它煙肉呢 不會很辣 但是呢 又不會說呢 你可以想像到 日式呢 通常都煮得很甜 但是他們不是的 當然要先把洋蔥 剛剛好 怎麼咬呢 嗯 嗯 它的煙肉呢 是超級脆的 但是呢 又味道呢 焦了 然後很慘口 超棒的 這個色呢 大概是二千多日圓 那你說是不是很貴呢 又不算很貴 又是不是很划 又不算超級划 但是呢 如果你扣回 那個早餐券呢 其實就OK的 不錯 好 不趕了 先吃東西啊 吹到頭呢 快要吹走 吃到如果半個包呢 以這個風力呢 是會吹走的 所以一定要拿著 超大風啊 那部機呢 被風吹掉了 接近兩次 幸好都接著 之後呢 那杯飲品呢 都吹倒了一次 哈哈 但是呢 隔壁位都是一樣 如果小朋友的杯 呢 喝靜一點點 就吹了落地 這裡呢 隔壁呢 是一個哥爾夫頭牆 來的了 那呢 再上面呢 有呢 一間呢 酒店的 是哥爾夫球的酒店 但是呢 我很害怕 一想到呢 這些什麼哥爾夫球場酒店 就是在座山的上面 那跟著呢 就會發生呢 殺人事件 然後呢 又走不了 就要在那一晚之內 找到兇手 而兇氣呢 就永遠一定是呢 哥爾夫球棍 頭呢 還要有血的 就是這樣 一想起這些 就想起這些故事 很大陰影 所以小時候 不應該看太恐怖的東西 好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來到這裡了 記得啦 like Facebook 和Instagram 訂閱啦 喜歡可以加入會員贊助 我們逢星期一 星期三 星期五呢 都會有新片的 下次再見 拜拜 好 沒事 摺得住 喂 那杯都吹走了